北韓在當地時間23號 也就是今天下午4點32分 是向日韓之間的海域 發射了兩枚短程彈道飛彈 這也讓南韓跟日本 是再度的共同表達譴責 好 其實不只是日方抗議 南韓聯合參謀本部 也譴責北韓 傷害了韓半島 與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 南韓呼籲北韓 應該要立即的停止行動 而南韓軍方也準備好 要應對北韓的威脅 根據南韓觀測 北韓發射的兩枚飛彈 分別是飛行了250公里 以及350公里 而根據韓聯社的統計 北韓今年已經發射了 超過60枚的彈道飛彈